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是日本如何看待未来的战争形态 以及它的应对措施 第二个就是日本加深了对中国威胁的疑虑 是否就埋下了冲突的可能呢? 首先 新版的防卫白皮书指出 日本的安全环境正在发生改变 一些国家利用太空 网络和电子波等新领域的资源 急速地扩大 将会从根本上改变过去 以陆海空等领域为基础的防卫态势 因此 日本需要全面地建构新的防卫体系 以应对未来的战争形态 去年版的防卫白皮书 其实也提到了太空和网络的发展趋势 甚至还点名中国 俄罗斯和朝鲜 在太空和网络领域所带来的威胁 但是不像今年 把太空 网络和电子波的运用 摆在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 这个改变是在去年12月18日 经由日本内阁会议 批准新的防卫计划大纲 和五年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中 得到了确立 同时还提出了新的防卫概念 称之为多次元的统合防卫力 来取代以往的统合机动防卫力 意思就是把太空和网络等新领域 定位为攸关生死的重要领域 跨越并且整合过去陆海空自卫队的界限 进而能够展开跨领域的作战 这个是日本防卫体系 从被动防御走向主动防御的 一个重要分水岭 2019年的8月 美国正式成立了太空司令部 预计2020年底之前成立太空军 从时间上来看 日本防卫概念的转变 和美国对太空战的转型 是相互契合的 若是结合了美国网络战的经验 日本的防卫转型 可以说在相当的程度上是与美军同步的 即使不能够同步 也能够快速地接轨 这意味着今后美国与日本的联合作战模式 将会出现一个新的面貌 从陆海空的有形战力 像太空 网络和电磁空间等更高端的无形战力 来加以整合 日本2019防卫白皮书指出 今年4月19日 日本两国在华府举行的2加2外交与国防会谈 双方一致同意 要加强包括提高太空网络 及电子波等新领域的能力 以及跨领域作战的合作 为此 日本将要参加由美军所主办的全球哨兵 太空状况监视多边模拟演习 以及斯里佛太空安全保障多边模拟演习 除此 日本还将在2020年设立宇宙作战队 就是太空部队 规模约100人 并且还要邀请美国太空部队的教官 能够到日本加以指导 防卫白皮书还指出 计划在2022年 能够建构完成太空状况监视体制 除了负责 清理对日本卫星造成威胁的太空垃圾 还将在5年内 提高在太空领域的情报收集 通信和定位等能力 以及加强扰乱敌方指挥系统和通信的能力 进而确保日本的太空优势 讲到这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继续为您讲述 军事无禁区 好的 我们再来看日本对网络领域的应对措施 防卫白皮书指出 2019年度 将要增加约70名的网络防务队员 使得网络防卫队的总人数能够扩充到220名 以应对敌方专业部队的网络攻击 并且能够扰乱敌方使用网络空间的能力 同时 日本还将与美国 英国和澳大利亚等防务部门来进行网络的磋商 另外 日本与北约组织之间 除了作为观察员参加网络防卫演习之外 从2019年3月起 日本的防卫省开始派遣人员参加北约组织 网络防卫合作中心的工作 在电子波领域的应对方面 日本将要切实管理和调整电子波的使用功能 强化对电子波的情报收集和分析的能力 使企图进攻日本的敌方雷达和通信能力失效 并且进一步建构情报共享的机制 根据报道 日本陆上自卫队将在2020年底之前 建立一支80人规模的电子战部队 航空自卫队呢 以提高F-15型战机的电子战能力为主 海上的自卫队将要把情收单位情报业务群 改组为舰队情报群 以加强电子情报分析的能力 听众朋友们也许会问 日本在太空、网络和电子波领域的建军规模 不如想象中那么大 似乎是不足以应对新的变局 我个人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初期的规模 关键是 日本的防卫概念已经调整了 配套的措施也已经上路了 加上有美国的援助与协作 可以说千里无穷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日本加深了对中国威胁的疑虑 是否就埋下冲突的可能呢? 根据去年的版本 日本是把朝鲜视为最大的安全威胁 因为朝鲜连续发射了40枚的弹道导弹 虽然2018年的6月 首次出现了美朝首脑峰会 但是朝鲜对于废弃核武的承诺 仍然是需要观察的 今年的情况则不同了 日本从五个方面来看中国的威胁 包括中国军队急速的现代化 在日本周边海空域的频繁活动 突破岛链在远海海域的活动 一带一路的扩张 以及中国接连 迫使五国与台湾断交等等 因此把中国的威胁提到了守卫 防卫白皮书还特别的指出 2018年度日本航空自卫队军机的紧急起飞次数 达到了999次 其中拦截中国军机的次数是最多的 达到了638次 比上一个年度增加了138次 然而拦截俄罗斯军机的次数是343次 比上个年度减少了47次 相比之下 中国对日本造成的空勤压力 显然要比俄罗斯多 这还不包括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海上对峙 这种态势发展下去 是否埋下冲突的可能呢 情况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悲观 2018年5月9日 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日本期间 中日双方正式签署了海空联络机制备忘录 并且在6月8日正式启用 2019年的2月下旬 双方一致同意加快建立海空联络机制 直通电话的进程 以充分发挥机制的作用 讲到这儿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继续为您讲述 军事无禁区 好的 刚才谈到了中日两国 2018年签署的海空联络机制备忘录 其实这段历史要追溯到2007年 当时中国总理温家宝 在访问日本期间 与当时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建立海上联络机制 达成了共识 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双方海空的一线兵力 发生意外冲突 以管控突发事件 但是这个机制历经了多年一直没有签署 主要的原因是双方就该机制 在适用海域的问题上有严重的分歧 日方不希望这个机制适用于领海和领空的范围 否则它会给中国军舰和军机 有理由侵入钓鱼岛海域的时候 只要向日方联络一下就可以了 为此 双方的磋商一直处于僵持的状态 直到2018年才达成了妥协 由于是妥协的产物 中国南海研究院副研究员刘晓博指出 这个机制有三项不足之处 需要进一步的厘清和规范 第一 该机制的适用范围仍然是处于模糊的状态 并没有明确是否涵盖了领海和领空 双方是采取了模糊化的表述 为此 日方就保留了采取强硬驱离措施的选项 这就为今后可能的冲突埋下伏笔 第二 是这个机制缺少对空中行动的规范 因为该机制是根据国际民用航空公约来规范的 军用的航空器可以参照执行 但是没有办法涵盖军用航空器在空中执行的特殊任务 包括空中侦察 跟踪监视 拦截和驱离 因此 当中日两国的军机在空中遭遇互动的时候 需要更专业的规则来加以规范 第三 是这个机制的适用主体存在了漏洞 目前在钓鱼岛海域 中日双方对峙 主要是中国的海警 和日本的海上保卫厅的船舶和飞机 而这些兵力并不是中日海空联络机制的适用主体 而且中国海警已经从公安机关 改由武警部队管理 并且由中央军委领导 所以 今后中国海警在钓鱼岛海域活动的时候 它是属于警察执法活动 还是军事行动呢 是否适用防务部门的海空联络机制呢 以及如何保证与日本海上保卫厅的对等关系呢 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规范 以免发生意外和冲突 总体而言 中日关系虽然存在了紧张 但是随着2020年春季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为国兵防卫日本 有可能会签署两国 第五个政治文件 使双方的关系出现新的转机 中国驻日本大使孔炫佑 九月初对日本媒体表示 如果条件成熟 中国对签署双边第五个政治文件 没有意义 届时将会为中国和日本建立新的关系 掀开极为重要的篇章 我想习近平会极力促成 借此重新定位和改善 中日关系 听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听的是 自由亚洲电台的军事无禁区栏目 我是栏目的主持人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